我们先试一下 先识别 一锁定 那我们去解锁里面 选择对应的信号 我们看一下板子 选要是解锁 选择零桑里面 这个是四六芯片 HiTag2就是四六芯片型号 然后板子上有一串编号 97341 我们一定要对应这个编号 对应这个PCB 这边有个编号 看到这个机器上有个 A2C53297341 跟这个板子对应的 我们选择对应的型号 这样刷出来才有用 如果型号不对 选错的话 这样刷出来是没用的 我们用新款的 18号适配座 然后把板子扣在上面 卡位很好 可以直接保持一下 然后点写录 写录成功 我们再测试一下 我们再测试一下 46 未锁定 7952 只能看 解锁就完成了 我们再测一下这个频率 能不能工作 板子放在上面 315频率 解锁正常 好